紅海除了外資在助攻之外呢 有沒有可能跟00940相關的一些ETF有關呢 應該是有 但是雖然說00940他沒有持有 00940我們也要看一下 他終於解套了 來我們看看 98萬多股民解套還煩了 資救會要解散 今天最後的新聞就是98萬人同聲祝賀 要解散 來看一下00940 00940掛牌就破發 因為當時認購實在太熱了 那麼在今天 可不可以盤總總是來一下 00940在今天終於 終於回到10塊錢以上了 其實昨天就回去了 昨天回去了 昨天出售到10塊 今天站上 但是我必須跟大家講一點 大家知道嗎 00940掛牌上市的那一天 台股是兩萬零三百點 到今天是兩萬兩千五百點 也就是說這一波的拉台 讓00940終於回到 開盤的發行價 所以大家在開心的時候 一旦你下車 那反過來 同樣的道理 我剛才講洪海 誰在上車 我覺得這只要做夭壽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 準備這一頁 一樣又是外資在上車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左邊這張圖有沒有 紅色K棒紅色的部分的籌碼 是外資 外資昨天還大買00940 那下面的部分是 外資買00940 對啊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籌碼 對不對 對 然後閃下面是融資 下面是融資 融資受不了了 全部砍出來 好不容易解套了 對不對 所以這種盤面 我跟大家講 只要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是外資籌碼進去 閃戶下車 那這個940呢 後面就還有機會 還會繼續上 那我告訴大家 外資現在的算盤 在想什麼 大家看右邊這張圖 說老實話 外資在這邊呢 他其實他有他的 這個所謂的盤算存在 你看喔 00878 0056跟00940 尤其00940嘛 收益人數 98萬人 可是你看 收益人數是在下降的 所以也就是說 大家在退潮 然後退到怎麼樣 00940 變作什麼 折一價的什麼 折價 所以外資在吃人家豆腐 意思就是說 當你賣賣賣 賣到折價的時候 外資進去撿 套利空間 那他套利就怎樣 買ETF 然後賣一些現貨 所以你看到下一頁就知道 外資的買賣超 就告訴你一個重點 外資你看 昨天最要求的 我覺得外資在這邊 可能也看不到 不知道買什麼 乾脆高股市買 940 外資自己是操盤人 還要去花錢請別人操盤 應該是說 他跟不上 所以盤漲太快的時候 他乾脆壓這種 ETF大型的這種 壓進去 所以940 929 878 99 你看 外資昨天 你看 南瓜全部買 可是該要注意 所以外資跑去買高股是ETF 對 但是呢 娟姐 他不是真心想要做多 你看 他把成分股大部分 你看 長榮 中信金跟長榮 去賣掉 意思就是說 我買你便宜的ETF 我把你成分股賣掉 那就是賺價差 所以我覺得 其實外資在這一波裡面 基本上 他就在做一個賺價差的操作 所以在這裡面 如果你真的要去買ETF 我回到我剛才的重點就說 你還是要買什麼 真正持有 比如說 有什麼 有鴻海 外資在真心誠意做多 00940沒有 但是如果幫我們看 打算幫我加上0056 0056叫做這個 原大老牌高股時 他就有什麼 就有鴻海 就有連發哥 00940是沒有鴻海的 對 主要是這樣 所以你看 說得清楚 不然我們以為外資再買 然後鴻海年利又漲 沒有 以為他是他的成分股 沒有 他是怎麼樣 你看 他做什麼 他買那些ETF完 再買鴻海 所以表示說 他這些裡面沒有 那我們來看一下K棒 0056 他基本上有鴻海 有連發哥 又沒有創高 我的意思是說 所以你是建議可以買0056 對 我覺得 而且他的殖利率 配起來大概是9%左右 9% 9%左右 那現在變成季配息吧 那外資有沒有買 外資也有買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以這個角度來講 你這個時候 外資其實比較看好的 如果是鴻海的話 我覺得鴻海有機會 那最後我再準備一個電子股 比較強勢的六光格 給大家來做準備 就是說 你看這一排上面有什麼 大力光 鎮威 美綠 都是什麼 蘋果 而且蘋果已經悶燒很久 像大力光 鎮威 那右邊是美綠 它是MR加上升學 所以它的這個 相對的基本面比較好 那下面這是什麼 IC設計 對 就是IC設計 還有我們看到的這些 細字材的 疊生反台是有什麼 創意開始拉 最右邊叫做智原 智原好像怎麼樣 它的谷底已經過了 現在AI的上調 貢獻上調10% 所以我認為現在要買兩種 一你買外資有的這些高股息 二就買什麼 買疊生 機會 譬如說蘋果本來很差 現在轉好 細字材本來很差轉好的 那這兩個方向讓大家來做選擇